殿下就是这个院子 你看 陈公公 陈公公 小民陈寺拜见秦王殿下 陈公公 陈公公快起来 陈公公可找到你们了 月容公主呢 公主就在屋里面呢 去呀 月容公主 我是李世民 我可以进去吗 殿下进去吧 公主正等你呢 月容公主 月容公主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月容公主 你现在还好吗 好 国破家王 琉璃失所 我没法再好了 月容公主 你失去的一切 我还可以再还给你 你骗人 父皇死了 你还能让他复活吗 你们颠覆了大隋 还能把天下还给大隋吗 月容公主 我知道你的父皇死了 你的母后流落北湖 你心里面难过 大岁没了 还有我 跟我走吧 我会好好地待你的 月容 在这五年中 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 李世民 我恨你 我恨你 如果不是你占领了长安 静静就不会造反 我的父皇也不会死 大孙也不会灭亡 我现在还是公主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怜悯 月容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是你们逼死了我父皇 你们甚至连父皇的宫殿都不肯留下 全伤毁了 现在又再假惺惺的怜悯我 我根本不需要 月容 月容 你要去哪里 不用你管 月容 我是真心地想让你跟我走 我会娶你的 放开我 月容 月容 你不应该恨我的 你不应该恨我的 李世民我告诉你 我生是大随的公主 死也是大随的公主 我不会跟你走 永远都不会 月容 你生在皇宫 长在皇宫 离开了皇宫 你是无法生活的 我生我死 我受苦受难 都不要你管 月容 即使你不愿意嫁给我 我也可以使你幸福 放开我 月容 请你相信我 我是真心的 放开我 公主 公主 殿下 这是怎么了 他走了 那 那我再去追他吧 不必了 人心一死 找也无用 你去告诉渠图通塔将军 让他好好关照月容公主 公主 这都出城了 你还往哪儿走啊 公主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这已经到了荒郊野外了 前面都没有路了 公主 咱们还是去找李世民吧 毕竟还有一条生路啊 公主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找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自己过日子 人烟的地方 人烟的地方 都没人烟的地方 怎么能看再来呢 还能看再来呢 没有人烟的地方 陛下 吾儿李世民 收服王世冲 横扫窦见得平定海内 将天下归于我大唐 是大唐的千古奇功 朕不会忘记他 大唐不会忘记他 大唐的子民 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他 吾儿的功绩 大唐无人可以比拟 朕的所有官位 历代王朝所设的官位 与吾儿的功绩相比 都难以相称 所以朕特制天侧上将 位在所有王宫之上 李世民 儿臣在 朕封你为天侧上将兼任司徒 闪动到大邢台上书令 增加采议两万户 儿臣谢父皇 吾儿平身吧 谢父皇 父皇应该谢你 大唐的文武大臣 黎民百姓都应该谢你 父皇 平定海内并非儿臣一人之功 玉池宫 秦琼 程咬金 封德仪 萧鱼 瞿突通 魏征 元吉 以及朝中所有的文武大臣 都是功臣 朕知道 平定天下乃诸位大臣群策群力 朕将根据诸位功绩大小 逐一奖赏 绝不亏待每一位功臣 谢陛下 世民 朕虽然让你做了天策上将 但是与你的功绩相比 还是难以相称 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朕说 父皇给儿臣的爵位和赏赐 已经远远超出了儿臣的作为 儿臣没有什么要求 不 远远不够 再高的官位与奖赏 怎么能和一个江山相比呢 你要是没有要求 为父心里过意不去 满朝的文武也过意不去啊 说吧 无论什么要求 就是把江山以后传给你 朕也会满足你的 父皇 继承父皇的江山有太子 我的兄长 做兄弟的 怎么能有非分之想呢 不要江山 那总该有别的要求吧 说吧 世民 父皇 请允许儿臣开设文学馆 邀请四方有才学之事 研讨文集 议论历代王朝兴亡之音 为我大唐求得盛世之方 使大唐兴乘万万年 想得好 朕准奏 谢父皇 大哥 你怎么还没看出来 你这太子之位名存实亡了 父皇把二哥叫到了皇位上 他也不推辞 还封他为天策上将 说什么位于所有王宫之上 那意思 也在你太子之上啊 好了你不要说了 就算世民做了天策上将 他也不会 凌驾于我这太子之上 大哥你总是谦让二哥 一旦有一天 二哥把你从太子之位上推下去 你可就追悔莫及了 大哥 大哥二哥都是我的亲兄长 同父同母 谁做太子我都无所谓 是吗元吉 如果世民做了太子 你这太帝还做得成吗 大哥的意思 我是只为自己 那好 以后大哥的事 我做兄弟的绝不多问 谁愿意当太子谁当 谁愿意做天下谁做 反正我李元吉照样有高官厚禄 照样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不过有一句话 我得跟大哥说明白了 一旦你丢了太子之位 这性命可就难保了 隋朝的尹太子杨勇 就是大哥的榜样 元吉啊 大哥比二哥多吃了十年的粮食 这十年的粮食岂能白吃啊 坐下来喝杯茶 来来来来来 这喝茶呀 品的是个味道 花的是功夫 功夫不道 这味道自然就品不出来呀 大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不能心急 可可二哥已经逼得我们没有退路了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现在还没有到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 市民虽然平定了海内 但是他并没有平定后宫 大哥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次市民从洛阳运回了很多珍宝奇物 那都是隋朝的无价之宝 后宫那些嫔妃看见了一定会眼馋 市民又是一个刻板之人 他肯定不会分给他们一件的 那些嫔妃可都是父皇的心肝宝贝 他们肯定会在父皇的枕边说一些市民的不是 但是日久天长市民的那些功绩 就会被这些不是所淹没 大哥 还是你行 看得准 看得远 这回品出点味道来了 这茶有一种特别的香 当然香了 这是尹德飞送的茶 张杰宇也送来了茶 改日咱们另品 大哥 我明白了 大哥虽然没有平定天下 可大哥平定了父皇的后宫呢 远洁啊 平定这两个字可用得不妥 应该是心心相通 嗯 陛下 如何 好 好好好 朕的结发妻子太母皇后斗士在世 也不过如此啊 没有得妃朕的晚年就没有欣慰啊 可有人就说臣妾不好 谁说的 李世民 世民是思念她的生母 对这个朕的嫔妃她都排斥 你别往心里去啊 臣妾不能不放在心上 如果有一天她继承了皇位 臣妾可怎么活 谁说她要继承皇位了 这不明摆着吗 皇上封她为天侧上将 所有的王公包括太子都在她之下 以后大唐的皇位还不是她的 其实世民继承了皇位她也会给你荣华富贵 因为你是朕的贵妃 陛下 你真的要理世民继承皇位 太原举义是她的主意啊 天下也是她平定的 举义之初我就答应过她 一旦夺取天下就让她做太子 后来她把太子让给了建成 可在百官的心目中 大唐的皇位就应该由她来继承啊 你哭什么 陛下 李世民若真的继承了皇位 臣妾可就没有生路了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世民继承了皇位 你还是朕的贵妃 她的长辈 怎么会说没有生路了 陛下 李世民眼中根本就没有陛下的贵妃 她从洛阳带回那么多珠宝 臣妾看中了 张口向她要 她一件也不给 说这些宝物是讲给有功的人 臣妾从太原就跟从陛下 那时大岁还没倒 那可是杀身之罪 要命满门的 可臣妾不怕 就是死 也跟从陛下 臣妾难道不是功臣吗 是是是 得费有功 朕让她给你就是了 好好好 别哭了 别哭了 她就是会不给 朕的话她不敢不听 她就是会不听 陛下把城外的石井良田 赐给了张杰瑜的父亲 还有玉笔赵斥 可秦王却把那块地 搬给了淮安王李神通 张杰瑜的父亲 拿着陛下的玉笔赵斥 向李神通要地 李神通不给 她说江山是秦王打下的 天下的良田 她想给谁就给谁 这 秦王的人根本就不把陛下放在眼里 这 这 这 她真是怎么说的 陛下若是不信 可去问张杰瑜 她的父亲想告 张杰瑜给压下了 她是怕陛下知道 切坏了身子 这 这功告不能盖主啊 这 好 明天朝上我问个明白 陛下不可听臣妾一人之言 陛下明日可再询问张杰瑜 看她怎么说 好吗 也好 大唐虽平定天下 但动荡尚存 隋朝的残余不会甘心 窦剑德的残部刘黑榻 正在河北作乱 目前已攻陷了张南县 书县 势众已经万人 李密的余党徐元郎也在山东叛变 还有北方的北湖部族 也一直在虎市中原 朝廷若不及时振兴强盛 基石不稳 设计难安 甚至 会有被颠覆的危险 可明兄 你有点言过其词了吧 如会不但言不为过 而且还远远不足 大家众所周知 大隋之所以 盗贼封起就是因为阳帝滥用民力 闹得民不聊生 直到如今 许多地方 成国空虚 道路萧条 有的甚至还远不如隋朝强盛之时 而百姓能得以维持生计的 有几成 不足三成 民不能生 社稷则不安 大唐的振兴并不在于朝廷有多少钱财 大隋留下的钱财 如果朝廷能够节俭使用 能够使用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大唐的振兴在百姓 百姓安居乐业 大唐则兴旺发达 好 说得好 千古汉 你是有大学问的人 不经济高谈阔论 站在城外干什么 我是来找秦王的 秦王 秦王殿下 秦王殿下 千古汉找你 他就在床外 他不是偷听 他找你有事啊 朝廷我再也不理你了 千古汉 你别走啊 咱俩一块偷听 你不听我听 百姓要安 赋税要少 姚意要清 为官要秦 朝廷要捡 朝廷所用的每一文钱 那都是百姓的血汗 不捡 那就是欺民 欺民就是要毁江山 于世南说得非常好 大唐出力 所以 税赋较之隋朝 已经清了许多 但还不够 百姓疾苦多年 税赋只是清了一点 原不能让他们维持生计 还要再清 要让百姓在数年内 彻底摆脱疾苦 这样设计才能稳定 朝廷要振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就是重用人才 一个朝廷赢得了众多的人才 振兴 指日可待 朝廷还要做到 有良言必听 有良谋必用 若只说说而已 就成了纸上盘兵了 李世民 朕的亲笔照致 难道还没有你的命令有效吗 父皇 儿臣 你这天策上将的位置再高 总不能高过朕吧 父皇 儿臣是父皇的子民 即使位置再高 那也是父皇给的 怎能高于父皇呢 儿臣不知做错何事 请父皇指明 朕听说你把张建瑜父亲的地 搬给了淮南王李神通 可有此事 父皇 儿臣将那实请良田 搬给李神通的时候 父皇还没有将他赐给张建瑜的父亲 不是这么回事吧 张建瑜说 是朕先赐给了他的父亲 父皇可以明察 儿臣若有半句谎言 父皇可以严惩 以警朝臣 好了好了 不管你何时搬给的李神通 朕既然已经赐给了张建瑜的父亲 还亲笔写了赵斥 那李神通就应该把地让出来 父皇 儿臣不这么认为 你的意思 他不应该把地让出来 当然可以让 父皇的圣命至高无上 但是李神通是大唐的功臣 安马征战浴血拼命 如今又去了河北 平定徐燕朗留黑榻作乱 如果父皇为了一个嫔妃 抢行命他将已经搬给他的土地让出来 其他人会如何看待父皇 大唐心力百废戴心 海内的割据势力尚未完全平定 还有北方的北湖无时不想染指中原 大唐仍需要大家同心尽力 功臣不可不讲 人才不可不用 人心不可不拢啊 那朕如何向张继瑜交代 朕的亲笔照斥 不能成为一张废纸吧 我 儿臣只是说明厉害 至于那石井良田如何处置 还请父皇定夺 我 好了 好 那石井良田 就不搬给张继瑜的父亲了 父皇英明 随了你的意 那朕就英明了 不是随了儿臣的意 是随了大唐功臣们的意 自从成立了文学馆 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儿臣不知父皇此话何意 啊 朕听说 你们文学馆那些读书人 经历不是放在整理文集上 而是常常议论朝政 并且通宵达旦 可有此事 是 古人的书籍 大都涉及当时的朝政 儿臣建立文学馆 其意也是以古人为名记 吸取教训 见界经验强盛我大唐 好 吸取教训见界经验 这很好 不过议论朝政 要溢在点子上 要以义事为主 不要议论人 以免引起他人的误解 父皇提醒得极是 太子殿下 我来说吗 是 我来 也有 有 我来 这位认识人 我来说 是有 我来说 你先来说 你先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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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说 我来说 客人呢 冯大人 这茶叶可是贡品 你的老师最喜欢了 我老师 是 于士姬 于大人呢 于士姬已经做古 不再是我的老师了 冯大人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忘记老师那也是不孝啊 那是 太子殿下 今日找我来 是不是为了文学馆的事啊 冯大人 你刚才还跟我讲 把你老师都给忘记了 于士姬的精明细致 你是一点都没有忘 跟我说说 我听说市民的文学馆办得很热闹啊 那是 十八学士分三番换日职业 讨论文集议论国事 常常彻夜不眠 他们都议论些什么 我不在学士之中 我没听过 是吗 冯大人 我怎么听别人跟我讲 在文学馆看到你了 太子殿下 我真的没有去听过 我只是去找秦王送宫里的文书 那好啊 今后常去听听 市民的十八学士 都是天策府的才子 他们今后的官位 可能会在你封大人之上啊 是是是 那是 我一定多听听 太子殿下 我虽然没有去听过 可是我私下也听到一些别人的议论 什么议论 我听说一些学士提出 皇上不应该修披香殿 说这是崇兴奢侈之风 不是一个新兴朝廷应该做的 他们居然敢议论皇上 我也只是听说 太子殿下不知真否 无风不起了 冯大人 今后听到这样的议论 就过来跟我讲一讲 我这个做太子的 也应该了解一下朝廷内外的事情啊 是 太子殿下 我一定常去文学馆 听他们议政 一有什么动静 一定及时告知殿下 得已啊 一个好汉三个邦 市民很有办法 笼络了天下很多有才干的人 我这个做太子的 身边的帮手还没有他多 能力也没有他身边的帮手强 我真的很希望 你能来做我的帮手 如何 太子殿下是大唐的皇储啊 能做太子殿下的帮手 得已真是求之不得 好 你说的这些都很好 要尽早的完善 让萧宇和封得已再帮你整理一下 要尽快的颁布实施 父皇 父皇 儿臣还有一个建议 说 文学馆在议论奢侈之风抬头之时 谈到了父皇的披香殿 他们说什么 不是他们说的 是儿臣说的 历朝历代哪个皇上不修宫殿 我只不过才修了一座披香殿 我这就奢侈了 父皇 大唐在建立之时 我们有房屋避风雨就已经足够了 如今大唐朝廷还不富裕 我们使用隋朝留下来的宫殿 就已经够奢侈了 如果父皇还要再修宫殿 那父皇如何矫正隋朝留下来的过失啊 世民呐 你真是长大了 可以拐恕你的父皇了 儿臣不敢拐恕父皇 儿臣是为了父皇 为了大唐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朕以后不再修宫殿了 父皇英明 这又英明了 秦王雷厉风行 办事干量 想的是朝廷 为的是社稷 大唐振兴有希望了 如果秦王是太子的话就更好了 我说你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引起东宫的误会对秦王不利 其实东宫早就在妒忌秦王 还有什么误会不误会 下马 说你们俩呢 为何下马 你没长眼啊 你没看那写的什么 这是皇宫呢 还是东宫啊 都不是 这是尹德飞之父尹老太爷的府邸 别跟他啰嗦 赶快滚下马来 无理之徒不配与我说话 我们走 走 你不下马就别想走 我杜如悔在长安街上 还没人敢拦我的马 闪开 你不下马 我们把你拉下来 拉下来 杀 杀 杀 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打 你们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们知道他是何人吗 不管他是何人 只要经过银府不下马都得打 他是文学馆的学士 秦王的谋士 秦王的人得下马 这是德飞定的规则 打 你们这些横行接礼的人 就等着朝廷乘处吧 你阿蜀横行接礼欺负百姓 这种人我一定要严惩 对 依照皇室横行霸道 咱老城最恨这种小人了 抓起来严惩 殿下 还是别为了我得罪德飞 德飞可是皇上的宠妃啊 克明说得对 小不忍责乱大谋 还是不要得罪德飞为好 我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 德飞的父亲严阿蜀横行霸道 欺负百姓 我早就有耳闻 如果不惩治 那么败坏的就是皇上的威信 朝廷的威严 大唐的天下 绝不能允许皇亲国戚 依仗皇室欺压百姓 咱老城这就去把他们抓来 惩治他们 要今不可鲁莽 家有家法朝有朝规 还是让我明天禀报皇上 让朝廷来惩治他 孩子 孩子 父亲 你怎么来了 为父叫人给欺负了 何人如此大胆 竟然敢欺负皇妃的父亲 秦王府的人 那个什么学士 叫杜如慧的 还有一个叫房玄陵 他们倚仗群王的前世 欺负到为父家门口了 要是不管 那为父这老脸 可就没处放了 父亲别伤心 别说他是秦王的人 就是天王的人 女儿也要管 为父知道 秦王的人不好管 可为父千里迢迢到长安 局目无亲 女儿要不给为父做主 就没人给为父做主了 得飞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没有 那 那到底怎么了 告诉朕啊 陛下不要为臣妾担心 臣妾不想让陛下反省 你告诉朕到底怎么回事嘛 那臣妾说了 陛下可不要生气 朕不生气 来来来来 你说给朕听听啊 来说 说吧 臣妾的父亲 间里迢迢到长安 是来找臣妾的 他就臣妾一个女儿 人老了 没人管了 臣妾不能不管自己的父亲 臣妾要给他养老送终 可他在长安待不下去了 要走 怎么了 水土不服 不是 是住的不好 也不是 陛下赐给了父亲 那么一大片府邸 父亲这一辈子 也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那 那是为什么呀 陛下 臣妾还是不说 让父亲走吧 得妃 你是怎么了 不相信朕哪 不是 陛下是臣妾最亲近的人 臣妾是担心陛下的皇子 朕的皇子怎么了 啊 是不是哪个皇子欺负了你的父亲 嗯 哎呦 得妃 你倒是说呀 不论是哪个皇子 朕 绝不姑息 你说 哎呦 得妃 你要相信朕 朕一定给你做主 是 是秦王的手下 他们欺负到父亲的门上 父亲的仆从 只是说了他们两句 他们就慢骂不止 甚至还动了手 伤了人 父亲如今 门都不敢出了 这个孽子啊 自恃功高 是越来越放肆了 朕 一定要惩治他 哼 儿臣叩见父皇 李世民 你不要以为你有了战功 就可以目空一切 朕都可以不放在眼里 你手下的人竟敢欺负 德妃的父亲 如果是寻常百姓 还不知道他们如何霸道呢 父皇 一面之词怎可轻信 方玄陵杜如慧都是文人 怎么可能欺负和谩骂德妃家的人呢 难道说 是德妃家欺负他们了 正是 方玄陵和杜如慧 骑着马路过德妃的父亲 尹阿蜀的府邸 淫府的仆从 贺令方玄陵杜如慧下马 说经过淫府的人都要下马 大唐还没有如此蛮横无礼之人 杜如慧不下 他们便打伤了杜如慧 照你这么说 倒是德妃家的人横行霸道了 父皇若是不信 可召杜如慧进宫验商 不用验了 朕相信德妃不会欺骗朕 父皇 德妃也是听淫府的仆从们说的 是那些横行街里的仆从们欺骗了父皇 好了 不要说了 你长大了 是大唐的功臣了 朕说不过你 你下去吧 父皇 淫府的仆从不但打伤了杜如慧 还横行街里 街上的百姓经常遭受他们的欺负和殴打 李世民 朕没有责怪你也就罢了 你去德村进尺 你要怎么样 你难道要朕废了德妃不成 父皇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儿臣只是为了公道 为了百姓 为了朝廷 儿臣告退 殿下 你回来了 方轩凌大人找你 不喝茶 喝酒 殿下 你喝什么酒啊 什么酒都行 只要是酒 去拿 市民这个孩子 长久领兵在外 又听了那些书生的误导 不像过去那么听话了 朕让朕 失望啊 陛下 臣以为 陛下就不应该让他办什么文学馆 可建成这些年喜好的是酒色游猎 无功于大堂 难以负重啊 我本来打算改立市民做太子 所以才答应他办那个文学馆 让他结识一些人才 可没曾想会是这样 陛下 建成这些年之所以没有建功 是因为陛下顾及他是太子 不让他领兵出政 依照建成的才能 领兵建功应该并非难事 照你的意思 我应该把兵权交给建成 嗯 大哥 二哥这次算是彻底失宠了 父皇将他骂得狗血喷头 一文不值 现在啊 还不是我们高兴的时候 市民笼络了一群人才 父皇离不开他 大堂也离不开他 嘿大哥他有人才 咱有季某啊 后宫的嫔妃 但凡父皇喜欢他 我每人都以大哥的名义 送了一笔金银珠宝 只要他们在父皇面前 每人说二哥一句坏话 二哥就永远别想得到 父皇的信任 颜姐啊 你现在是大有掌金 不过光有嫔妃也不行啊 我们也得笼络自己的一大批人 培植自己的死堂 历朝历代的教训 权力之争 没有自己的一大群能人 最终将受人所致 大哥所言极是 还有 我们要尽快地掌握军队 如果再有征战的话 还得辛苦你啊 为了大哥 再辛苦我都认了 嗯 元吉 为了你自己 你呀你呀 来 大哥喝酒 好 来 太子殿下 嗯 好 玄成啊 来得正好 来来来 一起观伍 太子殿下 请驱赶这些美女 怎么了 出事了 请太子殿下驱赶美女 玄成 到底出什么事了 太子殿下要丢位了 丢位 难道秦王他 不是秦王 是太子殿下自己 要把太子的位置给让出去 哈哈哈哈 你这个位借头啊 可真会开玩笑 我怎么会把太子让出去呢 太子殿下不是狩猎就是九色 既无战功又无政绩 这样下去 太子之位早晚都会丢掉 谁说我没有政绩 当初西征关中建立大唐 我也是战功显赫 占领长安我的军队率先入城 可那是四年以前 现在朝廷上下天下百姓只知秦王 而不知道殿下 秦王的战功大到天上 也做不了太子 他现在已经失宠了 可军队还在他的手里 文学馆他还有十八学士 朝廷上下也都拥护他 失宠只是一时 殿下 臣后主沉迷九色丢掉社稷 随阳帝迷恋美女葬送江山 太子殿下如果仍然沉迷于九色狩猎 不但会丢掉太子之位恐怕性命也难保 行了 你的好意我知道了 下去吧 太子殿下不驱赶这些美女 魏征将不再做太子的玄马 不做玄马你就走 三条腿的驴难找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是 元吉 不要这样讲话 威决头也是为了咱们好啊 这样吧 就这一次 一次都不行 请太子驱赶这些美女 你们都下去吧 谢殿下 殿下 你该去文学馆了 殿下 你该去文学馆了 我不去了 你下去吧 可不作为你们的 你不去文学馆了 尸体 尸体 她是 饿得更大 你不去文学馆了 你不去文学馆了 我不去文学馆了 藍教堂 你不去文学馆了 然后这三条腿的人有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仍然如此的熟悉 多少次知情的寻觅 承接着探风寒雨 红尘中你的足迹 总在人世间延续 是怎样的交远的期待 穿透了深河似的距离 这一片朗朗乾坤花照月星 你是千年的恋曲 穿在我心里 是怎样的久远的期待 穿透了深河似的距离 这一片朗朗乾坤花照月星 你是千年的恋曲 精湿 穿在我心里 那一片朗湯 出现的温度 感谢观看